72岁的张大爷原以为有退休金 老了可以去养脑院养脑就挺好的 结果他去了才明白生活有多难熬 大多数老人都有养儿防脑的观念 但是也有一部分老人他们并不这么认为的 他们觉得儿女就算和自己有着血缘关系 但是人心难测 老了也不一定能够指望得上 所以他们年轻的时候就选择多存一点钱 老了之后就可以去养脑院养脑了 不用看儿女的脸色了 其实这些老人的想法还是过于天真了 虽然养脑院是专门给老人养脑的地方 但是大部分养脑院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 老人在里面住着真的是很遭罪的 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而且想要在养脑院得到好的照顾 那必须得交很多的钱 只有足够的钱才能得到护工的精心照顾 我隔壁邻居72岁的张大爷 就选择去养脑院养脑 可是住了一段时间之后 才发现养脑院的日子实在太难熬了 他有了离开养脑院的冲动了 张大爷今年72岁了 退休也有16年了 退休金也涨了好几次 现在每个月也能有8000多的退休金 可以说是十分不错的了 张大爷跟老爸年轻的时候 只生了一个孩子 当时很多夫妻都会生好几个孩子 他们觉得这样子老了以后才能过上好的生活 孩子多的话就意味着能得到多个孩子的孝顺 不需要再为晚年生活操心 可是张大爷跟他老爸却不这么想 他们觉得生太多的孩子真的太累了 孩子一多他们就要降低生活质量 他们不希望把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所以他们不管亲朋好友怎么劝 他们还是没有改变自己的主意 因为只有一个孩子 所以他们俩都用心培养着他的儿子 希望他长大之后能够成才 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张大爷的儿子也挺争气的 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 还被分配到了一个很好的单位 生活也是过得有知有味的 不过张大爷的儿子娶得媳妇他不太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张大爷觉得对方太势利了 所以平时张大爷和他老伴基本不会主动去儿子家 都是等儿子回家探望他们 张大爷和老伴刚退休的时候 他们的儿媳妇也生了孩子了 当时老伴想过去照顾 但是张大爷觉得老伴辛苦了一辈子了 晚年就应该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了 孩子是他们自己生的 他们应该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而不是什么都依赖着他们老两口 所以他就没让老伴过去 而行也因为这件事情对张大爷有很大的意见 平时也不很待见张大爷 张大爷和老伴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什么也不用操心 可是这样的快乐却不能陪伴张大爷一辈子 张大爷的老伴在去年的时候离开了他 当时张大爷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因为他老伴是因为车祸去世的 打了个张大爷的一个措手不及 老伴离开之后 儿子想把张大爷接过去养老 他虽然有一点心动 但并没有同意 儿媳一直不待见张大爷 如果他真的过去了 那儿媳妇肯定会欺负张大爷的 张大爷说他自己也是个暴脾气 到时候万一闹出什么矛盾 不是让儿子太为难吗 所以张大爷就拒绝了儿子 那么他儿子建议张大爷找个保姆 这样子他也不用担心了 可是张大爷觉得好保姆很难找 万一找到一个另有企图的保姆 那真的太招心了 张大爷小区的老牛也是请保姆养老的 可是那个保姆对他不好 而且经常有一些小偷小摸的行为 张大爷都见老牛吐槽了好几次 所以张大爷就选择去养老院养老 因为养老院有很多老人 他去到那里也不会觉得孤单了 而且张大爷听说现在的养老院服务都很好 还有很多娱乐项目 这样子晚年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 最后张大爷给自己找了一个养老院 养老院的收费都是不一样的 最便宜的有2500块钱的 最贵的要1万多 张大爷综合了自己的情况之后 选择了3900块钱一个月的套餐 这样张大爷的退休金也用不完 他每个月还能自己另外出钱打打牙记 所以张大爷开开心心的搬去了养老院 以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可以过得苏醒又欢乐 可是现实却狠狠的打了他一耳光 养老院根本没有张大爷想象中的那么好 就连张大爷期望中的一半也没达到 张大爷住的宿舍是一间六人间 有两个老人是行动不便的 吃喝拉杀都需要护工帮忙 所以他们经常会拉在床上 那个气味张大爷真的受不了 而且护工对于身体不便的老人的态度也不好 虽然他们负责清理 但是他们都是吵吵的擦两下 有一次张大爷看到护工了 根本没有擦干净 当时张大爷还帮忙提醒了 可是护工根本没有理他 弄完之后他们就直接离开了 而且有时候护工来得很慢 弄得他们房间臭气熏天的 张大爷实在受不了了 所以每次这种时候张大爷都要出门 不敢待在房间里 好在晚上是待料不吃的 不然张大爷真的连睡都睡不安稳 而且宿舍卫生也很差 有些老人年纪大了活得很粗糙 一点也不讲究 吃过的水果皮 他们都扔在地上 大家也都知道水果皮很容易招来虫子 所以张大爷宿舍经常会看到一些虫子 张大爷每次看到虫子都感觉头皮发麻 张大爷肠胃不好 所以经常会不舒服 养老院的药对他没用 所以张大爷就想让护工帮他去旺面买 可是护工跟他说想让他帮忙买也可以 但是要给他跑腿费 张大爷觉得这个护工的要求是合理的 肯定没有人会愿意白帮忙 可是张大爷没想到的是一次跑腿费就要500块 这简直就是抢劫 他们养老院五公里外就有奥店 距离也不远 但是这个护工居然要张大爷500块的跑腿费 所以张大爷就没让他帮忙 他打算自己去买 也能买点其他的东西 等张大爷收拾妥当之后 他就高高兴兴的出去了 当他走到大门的时候 他才发现大门已经用意把大锁给锁上了 而且上面还写着不可外出 后来张大爷问了养老院的其他老人之后 才明白 原来养老院是不允许老人外出的 如果真的要外出 那必须要向养老院申请 而且还得经过儿女的同意 这个流程走完之后 还得让儿女亲自来接 张大爷真的没有想到 就出一趟门 居然这么麻烦 所以那天他就没出去了 事后张大爷就给他儿子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把东西都给他买来了 他儿子也在一直劝他 让他搬出去跟他一起住 但是张大爷还想再观望一下 就这样张大爷又继续在养老院住了下来 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 让张大爷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有一天晚上张大爷突然心脚痛 他按了很久的铃铛都没有复工过来 他痛得死去何来的 后来还是他的室友帮他叫来了值班医生 虽然在养老院住的日子不久 可是张大爷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感觉每一天都过得很艰难 日子过得很慢很煎熬 他觉得再住下去的话 他可能真的熬不住了 所以张大爷就给他儿子打了电话 让他儿子把他接回去 他以为儿媳会不乐意 但是没想到儿媳也没有多说什么 虽然他儿媳不是很热情 但是也尽到了做人儿媳的责任 张大爷对自己现在的生活还是很满意的 刚开始他以为自己有退休金 以后晚年去了养老院 肯定能过上好日子 但是当他住上养老院之后 才明白那里的日子有多难熬 虽然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养老院的服务态度很好 但毕竟只是少数 很多养老院都是以盈利为目的设立的 对待老人并没有多少的耐心 所以人在年轻的时候 一定要努力赚钱 给自己攒够足够的养老钱 这样子晚年才能够有保障 还能有别的选择 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觉得去养老院养老真的好吗 视频下面留言一起讨论 这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小婷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加关注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